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盛德只有大量有双皮来吃 去了甜品店啊 弊点的 很多明星来到盛德也是要尝一下著名的双皮来的 我们都是用原装奶去做的 没有放其他东西下去 大丝的菜 加强的味 我是盛德的周慧珍 双皮来的原材料绝对要是纯正的水牛奶 水牛奶的是纯白色的 花牛奶它会带一点黄 口感像比较清甜 喝起来是会偏甜一点点 营养价值比花牛奶还要高 第一步的水牛奶直接放在蒸炉子那里去蒸 我们广东叫炖 煮起来的话口感没有炖的香滑 炖半小时 如果你在家里只有用好一点的全食牛奶 挤碗的话就不用炖很久 老了之后会影响后面的制作 装皮来没什么秘密啊 只是用心做呀 第二步就是把更好的奶放到碗那里 一个一个碗的摊开 目的就是让它摊凉 牛奶的脂肪就会往上浮 浮上来就第一层皮了 我们顺着就叫奶皮 跟着就把冻的奶挑出来 倒到准备好的锅那里去 那层皮留在碗里 倒出来的奶就按比例放蛋清 我们不要蛋黄的 因为最原始的就是用蛋清去凝结 一斤奶就可以放两只鸡蛋 放多了它硬的不好吃 你放少了凝固不了 砂糖就按自己喜欢咯 甜一点的话放甜一点的咯 蛋清跟糖打融了之后 倒到那个奶那里继续把它搅拌 观察奶有没有一小颗蛋清的那个东西 没有就可以了 打不匀的话也会吃到蛋白 影响口感 跟着就咬到碗里 那个奶皮有一些会浮上来了 就一碗一碗的放在锅那里去炖了 20分钟左右灌小火 基本就好 我们在摊皮的时候 已经是有一层皮了 再重新去蒸的时候 乃至浮上来 跟第一层皮会融合到一起 所以蒸出来我们只是有一层皮 一条整张皮都会调起来的 如果没有摊 它会调不起来的 酸米辣口感比较香滑 可以冷吃还可以热吃 夏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冷的 主要吃上面那个皮 热的就吃它的香 可以当宵夜吃的 好 太太太 一 Idi 一有你看 一楼 十几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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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